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原标题 歼31现身航母甲板 开始上线测试 那歼20还有机会吗 近日 国内网络上出现了一张在远距离拍摄的航母 和其甲板上 一架舰载机不清晰照片 细心的网友可能会发现该航母并非真航母 而是武汉中国舰船设计研究中心内航母楼 从中可以看到 此次曝光的新型舰载战斗机 外形上和中国沈飞研制的歼31战机十分相似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歼31已经上线测试了 此前 航母楼上曾出现过歼15 空警舰600 后者是中国正在设计的 类似于美国112的舰载空中预警机 显然 航母楼上这次出现的歼31也不是一个偶然 近一段时间以来 国内展开了对到底是歼20还是歼31更适合作为未来航母舰载机的论战 支持歼21派的立场是 歼20的航程和载荷都要比歼31大一些 这更有利于舰载机更少的中国航母扩大作战范围 虽然歼20的尺寸会导致航母的载机量较少 但质量应该可以弥补数量的缺憾 尤其在针对美军F22 F35的战斗中 歼20的质量优势 肯定要比歼31的数量优势更重要 支持歼31一派的立场是 虽然歼31航程和载荷比不上歼20 但其整体尺寸较小 可以让航母携带更多数量的歼31 据测算 即使是002型航母作为装载平台 机 裤最多只能装30架歼20 而若换为歼31 则至少能装36架 再机量多出20% 这在实战中是个不小的数字 或将扭转局部战局 其实 依上立场都有一定道理 但关键看实际交战场景是怎样的 当面对美军比较高端的F22和F35等五代机时 歼20自然是更有优势 歼到31可能没有把握压制住F22 但对付F35胜算还是不错的 但支持歼20上舰的一派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歼20再好 不一定非要上舰 完全可以依靠空中加油机来延长作战半径 此前已经有照片显示歼20机翼下挂4个大型部游相用于转场飞行 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空海军在实战中是可以联合作战的 当美军机型不是F2-20 中国航母装歼-31是可以非常自信的出海交战的 当美军派来F2-20 空军派出歼20掩护中国航母向战线后方机动 不管怎么说 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两款第五代隐身战机 歼31和歼20都代表着中国航空技术的最高水平 尤其是歼20已经正式装备中国空军作战部队 表零歼20已经开始战备值班 在其基础上改装成中国新一代舰载战机 技术上完全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相比较而言 沈飞研制的歼31战机虽然还在继续试飞和改进阶段 要想发展成为新一代舰载战机 也有较好的改进潜力 毕竟沈飞研制的歼15战机 已经成为中国辽宁舰的舰载战机 从这个方面来说 在歼31基础上 研制中国新一代舰载战机 速度可能比歼20更快 不过 新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最终花落谁家 这里我们还不好做出最终的判断 毕竟 航母舰载战机是航母战斗群最核心的战斗力 中国新一代航母舰载战机最终的考量标准 应该是符合未来战争的作战需求 因此 不管是歼20还是歼31 只要能符合这一要求 我们都应该支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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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